它一個一個筆畫 比方橫的它不叫橫 是不是 撇的它不叫撇 換了一個名詞 換了一個字 換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 對不對 跟我們武術一樣 同樣一個動作 它不是做動作的敘述 它不是說出左腿打右拳 這是動作的敘述 是不是 也許它給你叫什麼 黑虎出動啊 或者橫拽九牛啊 這種東西 它在告訴你那個力量 告訴你這個動作你要用的是什麼力量 所以有時候看類似的動作不一樣的名稱 這就是古人的用心是在這裡 這也算是長 這也算是長 但這是比較淺的長 所以我們練武為什麼長久以來 大家說失傳 你看老外也是寫書它也長啊 它也長啊 普及的會普及的 讓你們看著高興就好 真東西不會對外傳 中西是一樣的 還有就是研究要像這樣子研究 才有可能找到真相 但是它找到真相了嗎 也不一定 寫了兩個同字 第二個字就推動沒有詞字 對 它有些地方它的解釋 它的解釋不太對 就是講的那個信 信守和信 信守和信 信守我們一般都是什麼 都是隨意 隨意寫 信守而書 信守而書 隨意寫 所以它在那邊講信守的時候 前面有講什麼 前面講詞 不可信守 不可信守 因為它對信守這個字的解釋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認為這是一句反話 它認為這是一個反話 所以要信 信 信 信守 有沒有懂 所以練拳 練拳一開始是持字 你要增加那個阻力 身體各的移動都要增加那個阻力 後來阻力有了 我要靈活了 開始放 可是放的裡面還是有那個 有那個靈持字在 還是有那個重在 而不是放了就變成這樣子 放了變成這樣子 這就是信 信守 懂得嗎 那練拳這就叫做信守 這就叫信守 還是輕跟重之間 先重再輕 先穩再靈 這很有趣 你們自己回家 自己回家有時間 有時間去看看 好 這個放 放頭到裡面